SBL老牌禁旅新北玉龍 睽違十個球季之後 上季重返例行賽第一 不過卻在季後賽跌了一跤 首輪雖然輪空 但在第二輪遭到富邦橫掃 本季球隊最大的改變 就是魏勇泰交出兵符 改由李起義擔任執行教練 第一年嘛 但是我們是一個 很有傳統的球隊 所以我們球隊文化 其實不用太多的改變 只是把大家在球場上的 上升率一招 外媒果力是近年來 玉龍的註冊商標 上一季每場命中 8.1技三分球是七隊之冠 SBL新科年度MVP呂正如 一個人就貢獻了2.4技 星球季雖然另一名射手周世淵 前半段殷商無法上場 不過胡凱翔在這個位置 也逐漸展現接班氣勢 上季每一場比賽 可以貢獻10.6分 就是看教練怎麼設定吧 就是先發或是第六人 都是OK的 也是有發揮的空間 我們後面的決定 就是一年一年都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所以不一定會是 誰一定要主力得分或怎樣 就是大家都很平均 我們打起來會更輕鬆 這台次對球隊是最有幫助的 陳世念 柯明豪在季外離隊 玉龍雖然補盡台北世大運國手劉仁豪 不過在控球還是需要仰賴 上一季拿下助攻王的林偉翰 他每一場可以傳出5.6次助攻 但平均得分僅6.1分 給我的課題就是讓我有很多的進攻的機會 然後讓我去自己去發揮這樣子 球技打完的時候 我就有加強自己的投案的能力 跟過人 然後跟傳球的技巧 然後再多多加強這樣子 然後希望今年球技可以發揮得出來這樣子 過往在單洋將時期 玉龍的禁區相當仰賴周伯成 來防守對方洋將 今年周伯成在中華隊獲得許多上場時間 扛下國家隊的內線重任 吸取不少經驗 新賽季面臨雙洋將挑戰 做足了準備 今年還是有405公分的限制 所以可能各隊在軍區上面 找的進去洋將 不會像以往那麼的大隻 對我個人來講 在防守方面會比較好守一點點 因為畢竟身高的距離不會差那麼多 洋將部分 玉龍找來巴勒斯坦國家隊 傳奇球員桑尼 上一季他在CBA場均 21.2分 11.7籃板 小洋將則是今年瓊四輩的MVP 湯瑪斯 兩人都有優秀得分能力 再加上恐龍大軍 原本就有雄厚的本土戰力 玉龍只希望在季後賽來臨前 不要再發生上一季主力受傷的遺憾 也會出現 於非 無論道正好 然後來靠近 合作文 عن 充電 演唱複製